大家好,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传奇故事》,节目主要内容包括 一狂舞的草菌女神,夏威夷火山传说 二鬼镇的宝藏,美国西部的幽灵故事 三盖亚的眼泪,希腊神话中的琥珀秘密 那么,小六子,可以先跟我们说说狂舞的草菌女神,夏威夷火山传说 各位亲爱的学者们,历史爱好者,以及偶然迷路闯进这里的网络游民 今天我们要来聊聊一个热情如火,舞动如风的话题,夏威夷的火山传说 以及那位让人又爱又怕的草菌女神,佩丽,佩雷 首先,让我们来点地理小知识 夏威夷群岛位于太平洋中,是由火山活动形成的 这些岛屿不仅是阳光,沙滩和冲浪的代名词,也是火山女神佩丽的游乐场 佩丽是夏威夷神话中的火山女神,负责掌管火山的爆发和容颜的流动 她的性格就像火山一样,既创造又毁灭,既慷慨又多变 现在,让我们来谈谈佩丽的家庭 她是凯莫,凯莫沃威亚和哈依纳卡瓦西内,浩梅亚的女儿 有几个兄弟姐妹,包括海神凯莫和风神卡普 佩丽和她的兄弟姐妹一样,都有助强大的自然力量 但是,佩丽的脾气最为火爆,她的情绪起伏就像火山一样不可预测 据说,佩丽原本居住在太平洋的另一个岛屿 但因为和她的姐姐那马卡欧卡海,那梅卡卡海,海洋和水的女神 发生了争执,她被迫离开 佩丽在夏威夷群岛中寻找新家,最终在大岛的吉拉维厄火山定居 这也是她现在最活跃的居所 佩丽的故事中充满了爱情,嫉妒,复仇和魔法 她以美丽的年轻女子的形象出现,诱惑凡人和神奇 但是,那些得罪她或是不尊重她的家园的人将会遭受她的愤怒 传说中,佩丽会将容颜喷发到那些得罪她的人的家园上 夏威夷人对佩丽充满敬畏 他们会在火山口线上各种祭品,希望能平息她的怒火 有趣的是,到今天,游客们仍然会在火山口留下小礼物 比如银币或是吉娜,金,酒,希望能得到佩丽的庇护 最后,让我们来谈谈那狂舞的草群女神形象 夏威夷的草群舞,Hula,是一种传统舞蹈 她通过舞者的动作和表情来讲述故事 草群舞中有许多以佩丽为主题的舞蹈 这些舞蹈通常充满力量和激情,就像火山女神本人一样 舞者们会模仿火山的爆发和容颜的流动 透过舞蹈来向佩丽致敬 所以,下次当你看到那些热情奔放的草群舞者时 不妨想想她们背后的故事 一位拥有创造和毁灭力量的女神 她的舞蹈不仅仅是一种表演 而是对大自然力量的赞颂和尊重 而且,记得如果你有幸游览夏威夷的火山 不要忘了给佩丽留下一点小礼物 以免她在你的旅行中加入一些火辣辣的惊喜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鬼镇的宝藏 美国西部的幽灵故事 各位亲爱的历史爱好者 今天我们要来谈谈那些藏在美国西部鬼镇深处的宝藏故事 这些故事不仅仅是关于黄金和银矿 更是关于人性 贪婪 希望和绝望的缩影 当然 如果你是那种喜欢在沙发上寻宝的人 那么这些故事将是你的心灵鸡汤 如果你是那种喜欢实际行动的人 那么 嗯 我得提醒你 这些宝藏很可能只存在于老式西部片和我们的想象中 首先 让我们来谈谈这些鬼镇 这些鬼镇曾经是充满活力的矿业小镇 但随着矿藏的枯竭 居民们纷纷离开 留下了一些破败的建筑和无尽的传说 这些镇子的名字就像是直接从西部片的片名中抽出来的 比如Body Kaliko 或者Tombstone 这些地方现在可能只有几只流浪的鬼魂和偶尔的游客 但他们的过去却充满了寻找财富的冒险家和无法无天的枪手 现在 让我们来谈谈那些宝藏 有一个著名的故事是关于一位名叫Jacob Waltz的德国移民 他声称在超级四地深山脉 Superstition Mountains 找到了一个丰富的金矿 这个金矿后来被称为失落的荷兰人矿 传说中 Jacob在林中前向一个护士透露了矿藏的位置 但这个秘密似乎随着他的最后一口气消失了 从那时起 无数的宝藏猎人仕途找到这个传说中的矿藏 但直到今天 他仍然是一个谜 另一个故事是关于一个叫做死亡谷的地方 这里有一个叫做失落的四十九人矿的宝藏 这个故事 源于一群前往加州逃近的人在1849年迷失在这个荒凉的地方 他们在这里发现了金子 但在仕途离开时迷失了方向 他们中的一些人最终死于饥渴和曝晒 而那个神秘的矿藏至今仍然下落不明 这些故事的共同点是 他们都充满了对未知的渴望和对财富的追求 他们提醒我们 无论是在十九世纪的美国西部 还是在今天的现代社会 人们对于发现下一个大事的梦想从未停止过 当然 这些故事也提醒我们 有时候 最珍贵的宝藏 可能就藏在我们的故事和历史中 而不是某个遥远的山谷里 所以 下次当你听到有人说他们知道某个古老的宝藏的位置时 不妨微笑住给他们一个怀疑的眼神 因为 正如我们所知 寻找宝藏的旅程 往往比宝藏本身更加迷人 而且 谁知道呢 也许下一个转角 就是你自己的历史冒险故事的开始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盖亚的眼泪 希腊神话中的琥珀秘密 哦 亲爱的学子们 今天我们要谈论的是一个古老迷人的话题 盖亚的眼泪 也就是希腊神话中的琥珀秘密 请吸好你们的安全带 我们即将启程前往那些被遗忘的时代 探索这闪耀的黄金宝石背后的故事 首先 让我们澄清一个小小的误解 琥珀 虽然被称为盖亚的眼泪 但它其实并非真正的泪水 而是树枝经过千万年的化石化过程形成的 这样的起源 比起泪水来说 更像是大自然的一次长时间的咳嗽 将这些树枝咳出来 然后被时间的沙漏 慢慢磨光 在希腊神话中 琥珀的故事 与太阳神阿波罗的儿子菲勒同有关 菲勒同是一位年轻气盛的小伙子 他向父亲要求驾驶太阳 战车一日 以证明自己的神圣血统 阿波罗免为其难的答应了 但结果如你所料 这位年轻人 无法控制那匹狂野的马匹 差点引发了一场灾难 为了阻止这场灾难 宙斯不得不出手 用他的雷霆将飞蛾 铜机落天际 飞蛾同的姐妹们 也就是赫里阿德斯 为他的死而悲伤 他们的泪水化作了琥珀 从此散落在地球上 这就是盖亚的眼泪的由来 一个悲伤的故事 但也是对于自然力量 敬畏的提醒 现在 当你们在海滩上 或是古董市场上 看到那些闪闪发光的琥珀时 你们会想起这个故事 琥珀中 有时候会包含古老的昆虫 或植物碎片 这些是真正的自然博物馆 封存了数百万年前的生命瞬间 想想看 那些小昆虫 可能在追求爱情 或是寻找食物的时候 一不小心 就成了永恒的展品 所以 下次当你们带上琥珀饰品时 不妨想想 那些古老的树木 悲伤的女神 以及那位不听话的飞恶童 这不仅仅是一件饰品 这是一段历史 一个故事 一滴盖亚的眼泪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各位亲爱的观众 今天我们一起探索了 夏威夷的火山女神佩丽 美国西部的鬼镇宝藏 以及希腊神话中的琥珀秘密 这些故事让我们看到了 人类对于自然力量的敬畏 和对未知的渴望 佩丽的故事提醒我们 即使是最美丽的女神 也有着火爆的脾气 她的情绪起伏 就像火山一样难以预测 而鬼镇的宝藏故事则告诉我们 寻找财富的旅程 往往比财富本身更加迷人 至于琥珀的故事 它提醒我们 时间可以将树枝挪光成琥珀 而这些琥珀 正是记录着过去生命的一个博物馆 这些故事都充满了神秘和冒险 它们是人类对于未知的渴望的一种体现 而我们能够通过这些故事 了解到不同文化的传统和信仰 进一步认识我们的世界 在结束之前 我想邀请大家一起来讨论和分享 你们对这些故事的看法和想法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 你有什么样的问题 让我们一起来探索这个精彩的世界吧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转 设计 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 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